2022年度中国女竹竹鞋杯的比赛 今天继续进行 多米瞩目的江苏无锡女竹 依靠上半场开场不久的一个进球 取得了对这家杭州女竹的一场胜利 上半场开场三分钟 江苏无锡女竹队员韩玄 他突然杀进杭州女竹的禁区 与对方球员争抢球权 眼光火石之间 韩玄突然起脚打门 帮助江苏无锡女竹 取得了1比0的梦 不关的说 今天的这场比赛 这将杭州女竹全场的场面沾忧 杭州女竹队员拼抢凶狠 奔跑积极主动 尤其是队员之间的传接球 非常的流畅 只可惜临门一脚的功夫健缺 白白的浪费了许多 乃之不易的破门机会 反观江苏无锡女竹 全场比赛虽然也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但是始终给人 被杭州女竹压着打的感觉 整场比赛是疲异于英妇 比较庆幸的是 1比0的比分终于历尽将近90分钟 而没有改变 江苏无锡女竹 获得了竹鞋杯的一场艰难的胜利 江苏无锡女竹 目前在竹鞋杯的处境 仍然非常简单 原因就是首轮比赛江苏无锡女竹对阵上海求胜东华 要知道求胜东华是一支女甲的队伍啊 就是这么一支女甲的队伍给陈婉婷率领的江苏无锡女竹制造了巨大的麻烦 一度取得了3比0的领先优势 眼看江苏无锡女竹要输掉这场比赛 陈婉婷及时进行了调整 布置战术 江苏女竹的姑娘们绝地翻击啊 拼尽全力连搬两球 但是最终还是以2比3 倒在了上海求胜东华的脚下 输掉了这场比赛 江苏无锡女竹的小组出现形式 立刻变得严峻起来 无独有偶 女超联赛当中大杀四方 保持全胜的武汉车骨江大女竹 竹鞋杯的比赛当中 也是战绩不佳呀 走轮比赛1比2输给了北京女竹 今天也是拼死的攻防 2比1小胜永川茶山竹海女竹 也是艰难的取得了一场小胜 这个情况不由得让我们球女朋友 生出一些疑惑 武汉车骨江大女竹和江苏无锡女竹 都是国内的女竹强队 目前分裂女超积分榜的 第一第二位置 怎么倒了猪鞋杯 一下子判若两队了呢 我想吧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 队中的阻力 跟随水庆霞出去 征战东亚杯赛 独队的实力明显受损 另一方面 可能对猪鞋杯的比赛 重视程度也不够 那么有没有 主教练排兵布阵出现了问题 这个我没有办法确定 欢迎球迷朋友 点赞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也麻烦您动动手指转发出去 对猪鞋杯